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通關了 究竟那個疫情 無論是香港、中國、大陸、全世界 會產生什麼變化呢?沒辦法知道 可能要過一個星期或一個月才能看到實情的影響 不過中國大陸因為完全解封 不用做核酸測試 飛彈沒有引起中國人覺得 好了我們自由 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憂心忡忡 有個說法就是封了區 封了城的人不出街 解封了很多人都因為怕感染就不敢出街 亦都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但是對於一些靠 封關封城賺食的人來說 面臨一個很大的影響 早前 突然之間解封的時候那些大白 因為封城封區發達的 維穩部隊 要討薪 向居民委員會討薪 向小區或地方政府討薪 甚至是企跳 走上天台 企圖跳下來 又或者拉上橫額 一字一類 要求追討欠薪 這個情況 在全國也有出現 有另一單是說什麼呢 大家記得 全面封城的時候 PCR檢測 那些工廠 或者那些醫藥公司 發達 早前也有 不少的消息傳出 因為他們上市 有個年報看到 利潤是六七倍 有這麼多 那時候也有研討會 叫核酸盛勢 後來就被人叫停了 因為 引起民憤很大 核酸盛勢 或者把你自己的利潤 建立在全民的痛苦身上 後來這個名字就沒有了 什麼研討會都不開了 那這些靠 發疫症財 是多少公司呢 因為一夜之間 不需要做核酸檢測 出現的命運 只有一個 就要倒閉 倒閉這個核酸產業出什麼問題呢 有幾樣東西 PCR的核酸 不用檢驗 快測也不用做 有一個就是生產核酸檢測 試劑的盒全自動核酸 先提取移的 重慶大渡口中原匯吉藥廠 很大的這間藥廠 就發生大規模的示威 員工和廠方和招工中介發生暴力衝突 我在網上看到不少個片 都挺厲害的 成千上百的員工 向那些 因為公安或者那些 保安全部介入 公安來到他們也不怕 是拼命地扔東西 入到工廠 非常憤怒地把機器全部倒閉 把桌椅和原材料 打到滿地 然後在廠區抗議 將中介圍起來嘔打 打到頭破血流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間工廠 重慶中原匯吉藥廠 不同員工協商 馬上做大規模的裁員 亦不發工資 特警到了現場 被抗議員工擊退 扔東西 扔東西 拿著盾牌去擋 他們一邊走一邊退 亦有消息說 有些工人把廠方的負責人打到要入院 這間中原匯吉生物科技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是專業從事體外診斷試劑和儀器研發生產銷售 新高技術的企業 包括 在核酸盛世生產核酸檢測試驗盒 和全自動核酸提取 有員工接入訪問時 就這樣說 中原匯吉一直 都很有穩定的訂單 到去年的12月初 開始請人的時候訂單還是比較多 而且是急需人手 本來想著這個測試盒的訂單 可以去做多成年 那麼多 有勤工獎 有3000元獎禮 如果你做到1月21號就可以給1000 再做到2月15號又再給多些津貼 於是 用這個方法請了很多人希望我們繼續做下去 結果 剛好過年之後 沒多久 中國宣佈了 在10月初就已經宣佈了 全面 解封 封控全部不存在 不驗合孫 不隔離 即使你陽性也好 都不用強制 你自己回家自己躲起來算數 1月6號開始 沒有任何通知 沒有任何徵兆 就炒了8000人 整間廠都一萬人 炒了8000人 你知道中國人 最嚴重是無情雞 什麼時候吃無情雞 過年之前吃無情雞最慘 因為他們說年關難過 年關難過也要年年過 他們通常會帶著錢 在過年回鄉下 所以有個春運 或者買些物資回去 你要回去見江東俘虜 你去城市打工 帶著錢 告訴家裡的爸爸媽媽知道 我多風光 現在連工都沒得做 開始放假了 何時上班 零行通知 當然 個個都生氣到震 炒了什麼人呢 炒的是臨時工 這臨時工是最弱勢的 請他加班加點 正式工沒有炒 因為他們懂得一些 勞動法 如果你炒他 他可能會提告也不頂 這班可能都是農民工 手掌眼見功夫 不用怎麼訓練 接受訪問的員工就說 大家一開始抱著過年 不回家了 反正工資那麼高 現在連工資都不發 直接把你趕走 過年要放假 過年之後選擇上班都沒有眼外中貼 現在這樣炒發 令他們非常徬徨 這種情況就是中國很典型的例子 政策 說變走變 轉過頭就變了 那些 跟著政策走的投資者 這些廠方 本來就大量增加設備 大量增加 請人 現在突然之間說不用了 對於廠方來說 我覺得某程度上 你說 是不是都有損失 是有損失 不過誰叫你 跟車那麼貼 以為發達 紅谷張志 國家的政策就是 全14億人 全民都要 每天可能要驗兩次到三次核酸 你計算數數數 你凡親同 核酸測試沾上邊的公司都發達 你跟著政策走就發達 中國經濟就是這樣 跟著政策走 或者是得風氣之先 春光水暖 鴨鮮之 你才知道你就發達 無論是股票市場也好 現在這些測試 就是 本來就以為長做長有 現在就 就是 突然之間告訴你 沒有 於是要解僱人 這個是 必然出現的情況 這個被訪問的員工就說 很生氣 他突然間裁員 員工反對 經理總經理又不出來說話 不出來解釋 找車間主管出來 於是沒有人出來理他們 於是就 打爛一些廠的設備 然後 他說有 4-5千人 到場 那些招工中介 就是在 附近的農村找那些 招工拿著 大聲公就說 叫你們走你就走啦 不要那麼多事啦 於是 那些中介也都被打 打進去ICU 然後這個領導 被打傷的人 他說有 有7到10個 那麼多 生產經理的辦公室被 拉出來打 你看到那些片 就是這樣的 特警道場 那些員工都不捨 他們拿著盾牌 那些員工就四方八面 扔東西來 他只能用盾牌去頂 然後因為人 太多了 最後呢 就退 就走了 那些工廠 就有一個解決方案 去年12月的工資 就會在 1月7日 就是前兩日發 然後 1月份的工資 8日發 最後是怎樣呢 當然 不是那麼簡單 都是用這個 武力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說這個是 其中一個例子 我相信 這些例子會陸陸續續有例 就是經過一波 過往的三年 全面去吹谷 這個核酸測試 你看到 什麼都不做 做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核酸測試 一件事就是方艙醫院 拉人去隔離 真的一點都不正路 用三年的時間 他都沒有準備到 一旦 是要迎接 和這個乳病毒共存 會引起什麼大的影響 會不會有很多人確診 會不會增加醫療的設備 什麼都沒有做 現在 突然之間 開放 於是不單止令到 整個 確診人數 立時飆升 住院的死亡人數 特別是受害的就是老人家 這些 跟著這個疫症的 大潮流去搵食 無論是藥廠也好工人也好 都相繼 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舉國體制 那種荒謬的 結果出來了 這是很典型的 是這麼奇怪 上有精神就下有精神病 上有政策下低就可能要加碼 去推進那個政策 如果出現這個情況 全世界的trend都是與病毒共存 中國也是 走到今天 雖然他口很硬 說與病毒共存 就是向病毒投降 但最後的結果都是與病毒共存 新華社的報導 為何突然開放呢 我覺得他這次的報導比較坦白 他的說法就是 政府就是這個官員黨就考慮看到 如果仍然用封控的措先 似乎效益不是很大 老實說效益不是很大 再加上這個病毒的傳染性強 還有治病率比較低 所以 最後就用這個方法 完全解封 令到人民經濟等等可以回復正常 我說他老實話 就是今天說老實話 但是在解封之前 說了這個封控是多麼重要 宣測是多麼重要 他們不知道 那些全都是假話 突然間好像睡醒覺 仿然大誤那樣 發了個春秋大夢 原來病毒真的不能消滅 唯有開放 所以很多人說他封控也是不科學的 開放也是不科學的 因為全世界 開放 都有開放 都是用 循序漸進的方法來開放 新加坡 就是一個最成功的例子 台灣也是另一個例子 雖然一開放一定會飆升 你說 英國美國那些是怎樣的英國美國那些是有點混亂的 但是最後都是用開放 而呢 他不是一無是處 他鼓針鼓得很好 特別是對那些 vulnerable 即是老人家來講 或者 長期病患來講 打針率是很高的 那麼他開放 令到醫療系統 壓力沒有那麼大 因為他一度是令到醫療系統壓力很大 人家是有罪開放在新加坡 英國是做不到的 但是 因為他的疫苗接種率高 所以 令到效果是相對比較好的 就不像中國那樣 一下子就全部砰砰 令到 即是 影響的人很大 那麼 你過往那三年 全部精力集中去這個核酸測試 今天 就得到這個結果 他們的制度很有自信 其實自信到一個自大的程度 你看到 即是混亂到這個 一個點 令到人家是無所適從的 那些人大白要討薪 核酸的工廠要 要求 發放 工資給他可以回鄉下 又是這樣 我要收拾了 我沒有錢了 又是這樣用這個方法 也是很典型中國的 回應危機的方式 用極度粗暴的方法 沒有想過那些人的反應 然後 那些人反應很強烈 用極度粗暴的方法把他鎮壓下去 這個制度好嗎 大家都做判斷 這個核酸盛勢就玩完了 除非 中國真的走回頭路 我不知道會不會 如果是一發不可收拾 不能控制的時候 會不會走回風控那條路呢 那些核酸的儀器 核酸的設備 是不是可以再大派用場呢 沒有人知道中國的政策 跟著下去怎麼走 沒有人知道的 是捉不到他的路 所謂不確定性 就是這個原因 你說 如果有這麼多不確定的因素 風控 很嚴厲 突然開放又全面開放 那你外資 還敢在中國 長期地 巨額地去投資 你知道你一放錢進去就可能是以年計的 夠不夠膽呢 所以你看到 很多的外資 因為 中國這個不確定的政策 陸續續走投 一次不忠就百事 百事不容 你一次不確定 搞到人家雞毛下別 人家永遠走了 不會再回來 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這次講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非常 繼續支持我深藉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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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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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